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有害于众人的事不要做 有害于众人的话不要说 念佛如作佛 诸佛的圆满功德 长存我们心中 能助我们远离了一切恶念恶行 恢复本有明镜心地 杂念是病 念佛是药 一心念佛 杂念自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心不能有分别心 不要挑选物件 要针对一切 不论物件是否有生命 任何念头的升起 都应该成为修行的道路 而不是修心的障碍 修行 要全新投入 让自己完全浸潤在修行之中 有时禅修空性 有时生起初离心 有时生起初离心 是恶复复备心 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透过仔细的探索和解释 我们会更下定决心 越来越努力去修持修心的法门 如果帮助他人或有机会休息 我们不应当期待他人的感谢 称赞或给予好名声 成就佛法的三个主因是 一 遇见合格的师父 二 透过他的开示 培养正确的动机 三 具备必要的资料 三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在日常生活中 修持菩提心 是修学佛法最好的方式 佛法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 让我们远离苦及苦因 并且造乐因 如果内心不守护菩提心 所作所为就不可能变成活法 心中就没有归一处 只要把全部心力 放在菩提心的修持上 无论遭遇多少阵碍困难 从菩提心 就可以生起无穷的利益 带来现世及来世的安乐 这是成就抵他事业 引导一切众生成就圆满佛果 最殊胜的因 优优独播剧场——YK 古德曾经说 菩提心就像树的主干 有了菩提心 才能生出枝叶花果 我必须对所有众生的安乐 负起责任 持守古提心 因为这是众生安乐 成功 得到无上正觉的根本 主要是在某些物量 未经许可谓 有了菩提心 爱惜其他众生 每一件事情都会变成非常有意义的菩萨形 如果我们能放开对过去的回忆 我们就生活在当下 可以享受生命 开创美好的将来 以现在心处理现在事 记住 不像过去攀缘 也不像未来伸手 活在眼前 稳在当下 求心之清净 心要空要急 空是没有一样东西 本来无一物 签不像你 总是为何那样赶紧 生里面对过去的城市 的生活 也不像 不像未来伸手 急是不要动 不要胡思乱想 所谓修行 便在于一起心即能觉 不为境界所动 佛是什么心 就是清净心 没有丝毫染物 平等心 没有是非人我 大慈悲心 对一切众生 示弱自己 这是佛心 有修行的人 日常生活 行住坐卧 都在下功夫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本法语节目 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扶持 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职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 中华印经协会 以洗钱防治法 判疑有期徒刑6个月 网络交友要谨慎 小心沦为洗钱共犯 有任何问题 欢迎获大 165 反诈骗 专线查询 如果你发现有朋友在吸毒 请不要立即推开它 这可能是向你求救的讯号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从环境改变开始 摆脱毒品诱惑 真正能带来长期幸福感的 是旅游 培养兴趣 人尽相处 这也是我们能与身边亲友 一同创造的 吸毒不仅犯法 更生生 拒绝毒品才是解放 佛教智慧故事 视线身相 相传有一个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国家 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国王是位虔诚的佛教徒 除了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外 也在国内推行佛法 敬奉三宝 而国中的百姓也非常淳朴善良 在国王的影响下 人人皆奉行 五戒十善 师弟 师兄 咱们四月收藏了无数经书典籍 你为何仅以法华经为日课呢 师弟听闻 曾有一位法师 终身只修习一本经书 开悟之后 其他的经书也都了然于胸 师弟认为 只要把一本经书读懂读透 入了佛法的境界 其他的经典也都会明了 有道理 希望你能早日正果 师兄 国王前来礼服 说要供养所有人分衣 师兄 我的早课尚未完成 是否可以完成之后 再去拜见国王 可以 召集所有僧众去大殿迎接国王 请问大师 寺院里的诸位师傅全都在这里吗 有一位师弟 他的早课没有完成 正在 陛下 他来了 大师 我终于又见到您了 陛下 那位师弟学识和修行都不出众 也没有什么德行或神迹 为何您会对他行如此之大供养呢 您有所不知 那位大师 修大惩罚 虽外信愚钝 却内密菩萨行 不能光由外表来判断他呀 陛下何以得知呢 那是 我在刚继位之时 这么多奏章 何时才能看完 父王以前 都是怎么处理这些奏章的 先王在世的时候 常常批阅奏章通宵打蛋 他说这些奏章 反映的都是百姓的疾苦 生怕有所疏漏 现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样当国王还有什么乐趣 我不干了 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 大王息怒 小人听说王宫后面的山上 住着一位修行的大师 他能让人们心生智慧 要是大王您拥有了超人的智慧 不就能快速处理这些奏章了吗 真的会有那么神奇的事情 那就是大师修行的地方 着火了 快让人去救火 那么大的火 怎么突然就熄灭了 那不像是火光 好像是佛光 这么说 那位大师是佛菩萨了 快随我去拜见佛菩萨 这里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刚才眼花看错了 陛下 马上就要天亮了 咱们先回去吧 神人来了 神人来了 佛说试经时 普贤等诸菩萨 舍利福等诸生文集诸天 龙 人非人等 一切大会 皆大欢喜 受持佛于坐礼而去 神人 求您教我快速处理 奏章的方法 神人 神人 谁在动我来说话 请进来 大师 外面那位神人 他去了哪里 神人 就是全身放着金光 骑着六牙白相的那个 您说的应该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曾发怨言 如有人读诵法华经者 当成六牙白相来教导他 以为公养 尽因我诵读法华经 菩萨特来信身护持 后来 我跟随大师学习法华经 内心平静 不再厌恶疲悦奏章 终于和先王一样 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能得菩萨感应如是 必有大修为 是以国王如此 敬奉公养 此后 四里的僧人 对那位比丘格外尊敬 跟着他一起学习法华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慈悲爱终生